贩毒是怎么用人体运毒的 先是把毒品装进不被消化的袋子里 一个一个的毒力包装 然后蘸点糖浆吞进肚子 等过了安检到达目的地再拉出来 阿雷一口气吞了20个 但第一次运毒就被抓了 没办法经验不足 他本是一个电视修理工 为了帮家人还债 被兄弟大为蛊惑用身体运毒 可刚下飞机就被抓了 警察让他脱掉裤子并且弯腰 初步观察了一下没有意想 他们还要检查他的职场 但阿雷拒绝做X光 所以警察要等他排泄出来 检查排泄物才能确定 阿雷虽然被拘留 但因为没有证据 他在酒店被看守时 仍然可以像在家里一样 警察只能依法拘留他7天 这意味着如果在7天后 他们仍没有找到他运毒的证据 就要释放阿雷 警察对他进行套话 询问他为什么不上厕所 他说他便秘 为什么不吃泄药 阿雷回答自己对泄药过敏 警察仍然不放弃 他们说想抓的是背后的大毒销 但阿雷知道如果被发现运毒 自己也会惹上大麻烦 所以咬死不承认 第二天他们给他端来许多好吃的 并且轮番对他进行问话 在快问快答之下 阿雷不小心提到了海洛因 警察继续追问 可这时律师来了 律师告诉阿雷先不用回答任何问题 并且要求和他单独聊一会儿 他安慰他说如果警察逼供 可以随时告诉他们要见他 他继续问他为什么不排便 阿雷回答说自己便秘 但紧接着就放了一个屁 律师被熏得赶紧离开 这个人可了不得了 他立志要做一代憋尸王 准备七天不拉爸爸 他叫阿雷 因为他用身体运毒被抓 肚子里藏有20克毒品 但只要七天没拉出来 根据当地的法律 他就可以因为没有证据被释放 兄弟大卫打听到他被拘留在旅馆 在他旁边房间住了下来 并偷偷把一张照片塞进了他的房间 提醒他如果招供 他的妈妈就会被杀 由于长时间没有排便 阿雷狂吐不知 警察照例检查阿雷的屁股 让他用力咳嗽 可阿雷还是没有半点要拉屎的痕迹 毒霄带人来到旅馆 把大卫痛揍了一顿 原来毒霄让大卫和阿雷 每人运一惊的毒品 但大卫却耍了小聪命 让阿雷一个人藏两斤的祸 毒霄吩咐大卫去杀了阿雷 警方他供出所有人 七天的时间到了 但警察向法院申请 再追加三天拘留期 法官同意了 这就意味着拘留时间 从七天变成了十天 而阿雷还需要再憋三天的时间 他快要崩溃了 这天晚上他终于忍不住 把毒品拉了出来 但是看守在睡觉没有发觉 他觉得很恶心 但还是没办法 就把拉出来的毒品 又一颗一颗吃了下去 大卫找到阿雷 问他毒品是否安全 他是否招供 阿雷让他放心 当知道阿雷被自己 害成这样却没有怪罪他 仍然把他当兄弟时 大卫彻底放弃了 执行毒销 让他杀死阿雷的命令 他决定倒戈 将事情告诉了一个警察老大 条件是保证阿雷没事 老大答应了 但大卫告诉了警察之后 他却把大卫从天台推了下去 阿雷正在洗澡 突然水温变高 他痛哭不已 直到警方老大出现 这群警察才停手 因为阿雷已经七天 没有拉爸爸了 警察恼羞成怒 如果十天内 不把肚子里的毒品拉出来 阿雷将被无罪释放 看到兄弟死于非命 阿雷吓傻了 警察老大来找阿雷 给他指明一条生路 教唆他把毒品给自己 然后写一份报告 说是葡萄糖 原来这个老大 想要毒吞毒品 然后从中获利 阿雷不愿意相信他 偷偷跟胡子警官 说了老大的事 但胡子并没有相信他 胡子又找到了法官 延长两天 律师虽然出面阻止 但法官还是同意了 警察的申请 晚上阿雷忍不住 还是拉出了毒品 但他很镇定 他趁着看守去上厕所 把毒品倒进了酒瓶里 看守回来 喝了一口酒后 口吐白沫 阿雷赶紧去上了趟厕所 终于舒服了 然后把拉出来的这些毒品 偷偷藏在了电视机里 到了被释放的时候 警察老大单独和阿雷聊天 他撒谎说 法官又延长了六天的拘留期 他承认了自己杀死了大卫 然后威胁阿雷把毒品给他 想到他杀死自己的兄弟 阿雷对他说 自己要拉爸爸可以 但要拉在他的嘴里 老大被气得半死 对阿雷拳打脚踢 他拉出了爸爸 老大在爸爸里翻着毒品 却没有发现 其他人感到 阿雷对他们说 自己要拍X光 老大只好放他出去 没想到胡子在房间 放了窃听器 偷听到老大的阴谋 老大被抓 而毒枭被小弟反水砸死 阿雷重新开始 从事维修电视机的工作 那台藏有毒品的电视机 因为故障被送到他这里来修 没想到阿雷成为了最后赢家 给大家看